歡迎收看12月13號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趙婷玉 首先帶您關心一下今天的天氣情況 東北季風減弱 今天全台降雨機率低 苗栗以北平地可以達25到27度 旗板部地區有機會達到27到28度 另外從星期天開始 將有連續四天晴朗 而且明顯偏暖的天氣 旗板部高溫還可能達到30度 帶您一起看國際媒體重要損失 好 接下來看到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 英國大權攸關英國脫 以及英國在世界的地位 接著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導 2019英國大選各地選民前往投票 接著看到大權時報 紐約大都會版報導 盤點2020年中國最大灰溪牛 繼續看到大權時報 臺灣版報導 遠航無預警停飛 今天停止營運 來看到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防止中國5G設備流入日本市場 安排政府調高了企業減稅油軌 我們來看到韓國朝鮮日報報導 美國B-52戰略轟炸機出擊朝鮮半島 依偵查 飛行 警告被害挑釁 早安 現在我們先來關心貿易戰的進展 美國總統川普在臺灣時間 今天凌晨三點半左右 也有高階貿易顧問會商 外媒路透社報導指出了 美國和中國原則上已經達成了 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預期白宮很快就會發布聲明 而外媒《華爾街日報》則是說 川普政府可能會取消十二月對中關稅一成一擊 削減一半 現在已經徵收的三千六百億美元的 中國商品關稅 而談判的同時浮現的還有最難的執行機制部分 包括快速撤回機制Snapback 如果中方不履行他的承諾 那麼美國的對中關稅稅率 將恢復到原來的水平 而川普當地時間週四早上九點半 也發推文說了 非常接近跟中方達成一筆大協議 他們想要 我們也想要 消息是激勵了美股道瓊 週四收盤上漲了220點 好 美中貿易戰歷經17個月途中 經歷了中共毀約 那麼現在有望達成第一階段協議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對媒體表示了 中共談判每拖一天對美國就越有利 好羅斯透露了包括盜竊知識產權 強制技術轉讓以及公平競爭等等的都在第一階段中談到了 但是更重要的內容需要在以後談判 11號美國福斯財經新聞網刊登美國國務院前顧問惠頓的文章 惠頓指出了美國總統川普不需要跟北京達成貿易協議 不應該在中國共產黨陷入困境時為中共提供殉命的機會 因為他們在負責任 他們在淘汰 很多淘汰 所以有很多的問題和政治問題 在香港的自己的做法 所以為什麼給他們這個交易 實際上他們需要很多比我們做的 後來 特朗普剛取得了美國的MCA 1月1日 美國和日本的合約 這就是特朗普在談判 會幫助農業和農業 所以為什麼現在中國給他們 實際上他們需要 而我們不做的 好 惠頓指出了中共對於美中貿易協議的內容 頻頻反悔 包括5月時推翻了先前的談判內容 還有承諾購買價值500億美元的 美國農產品也反悔 他建議美國總統川普將協議 推遲到川普連任之後 至少要到2021年才簽署協議 那麼惠頓也強調了 目前為止 唯一有用的人是川普的加稅措施 中共長期以來簽了協議卻不執行 美國不能取消這些關稅 盼著中共改革 美國必須看到中國改革之後才取消協議 好 我們再看到左右英國脫歐未來走向的 英國大選已經在12號當地時間上午7點開始投票了 那麼投票長達了15個小時 直到晚上10點才結束 這是英國睽違96年再度在12月舉行的冬季投票 包括隸屬於保守黨的英國首相強生 公黨黨魁科賓以及蘇格蘭民主黨黨魁 兼首席大臣施特金 在當地時間上午前往投票所投票 但是今天的天氣不利於選民投票 英國大部分地區都有小雨 全國日間氣溫最高也只有10度 那麼首都倫敦也只有9度 蘇格蘭高溫更不到4度 根據出口民調的結果 保守黨大勝獲得了368席 比上次多了51個席位 而公黨呢則是慘丟了71個席位 只保住191席 這位首相強生的執政鋪平了道路 消息激勵英鎊上漲2% 好 我們先看到台灣今年經濟成長 繳出了漂亮成績 萬營渣打 昨天召開記者會預估 臺灣明年的經濟走向 在臺山回流資金以及供應鏈的調整之下 明年臺灣GDP成長率 渴望奪得四小龍之手 此外明年貿易戰也可能朝向正面發展 美國聯準會給出定型完 預告明年不會降息 萬營渣打週四舉辦 2020年全球季臺灣經濟展望 聚焦國際局勢 美中貿易戰可能再度升級 對臺灣有沒有影響 渣打預估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率 能維持在3.3% 受惠供應鏈逐步調整 資金回流 加上電子產品景氣循環落底 臺灣經濟有機會逐步改善 預測臺灣明年GDP成長率 2.2%以上 表現將優於韓國 新加坡以及香港 居亞洲四小龍之手 那明年來講的話 以2.4做一個基準的話 我們明年看 臺灣經濟增長大上 可能應該還是可以維持在 2.2到2.5的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條件 應該是還是存在的 雖然出口的部分 我們覺得明年可能會 有這個所謂些許的這個改善 但是我們覺得內需 可能還是明年的 比較需要 外言認為美中貿易談判 到明年渴望朝向正面發展 未來還得觀察 美國經濟動能是否持續 以及中國經濟降速是否超乎預期 都是重要觀察坐標 新唐來的電視 持千里沈為彤 臺灣台北報導 好 我們在關心有一甲子歷史的 遠東航空公司 因為不堪長期營運虧損 加上資金運轉出了問題 目前在銀行部分 仍有三千萬元的資金缺口 無預警宣布 從今天開始停飛 而明航局呢 是緊急召開記者會表示 將會啟動遠航的信託專戶 保障旅客權益 並會請另外兩家國籍航空 來協助補足運能 確保離島疏運 我想我有這個責任跟義務 代表公司 然後向社會大眾跟消費者來致歉 遠東航空兩位副總 站起來聲聲一舉功 因為遠航十二日突然無預警宣布 將從十三日起停飛 民航區與遠航高層 十二日下午四點半緊急召開記者會說明 由於目前三千萬的資金缺口 已經暫停營業 但針對旅客與員工權益 會做出最大的保障 沒想到啊 因為我們之前也一直都是 遠東的老客戶 我們都是做遠東的來回 所以沒想到他說停就停 也是今天的新聞嘛 遠航櫃台陸續出現退票民眾 就連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韓國瑜也受停飛影響 取消十三日要前往金門造勢的行程 遠航副總黃玉琦表示 目前信託專戶裡有 一億五千多萬元現金 加上本票總數共有二點六八億元 足以因應後續的退票事宜 保障旅客的權益 其實我們要求遠東 他有設一個旅客的一個信託保證 對於這個已購票 但是為搭機的旅客的部分 我們會保養他的一個權益 我們已經協調利隆 跟華信兩家航空公司 來盡量能夠放大機型來補出 這個遠東所留下來的一個空缺獎 目前統計遠航國際及兩岸航線 滯留在外的旅客 大約還有五百人 由於大多為團客 觀光局將協助督導旅行社妥善處理 民航局表示 如果遠航明天真的停飛 將嚴重侵害公眾利益 將針對遠航開罰 最重新台幣三百萬元發還 並報請交通部 廢止營運許可 新唐兩岸電視高級人 黃麗峰 台灣台北報導 遠東航空步上復興航空的後程 今天十三後開始 停止一切飛橫營運 董事長張剛偉表示 是受到詐騙導致二十年的心血 複製一具 那麼要求檢調單位清查四人 並要求出面履約解決債務問題 今天上午十一點 張剛偉本人也將現身 面對媒體說明 十二號遠航無預警宣布停飛 違反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第十二條 被勞動局限制出境 呼籲張剛偉出來面對 遠航高層出面道歉 媒體急著找張剛偉的下落 此時遠航內部也傳出一份 張剛偉遺書的內容 張剛偉稱 因為受到詐騙及兩岸不景氣 導致公司虧損日漸擴大 他以電款將近九億元 還是不夠用 二十多年來的心血複製一句 只求一死以謝罪 遺書中點名 普姓 林姓等四人 要求檢調清查 並希望四人能出面履約 解決債務 就從昨天一直到現在的部分 我只確認 打他電話的部分是沒有回應 對 那至於說 他現在是在什麼位置 我們確實真的不了解 所以我跟國人保證 以後絕對不會有這個問題 張剛偉當年處理不良債權 從房地產業起家 以畫服建設董事長身份 2009年入主遠航 但近週刊 兩年前就曾披露 遠航財務困境 不光基林老舊 公司向核庫融資的二十二億元 加上自由九億元 疑似被張剛偉 挪移到個人 起家的公司 業界人士分析 張剛偉大玩財務槓桿 除了投資航空業 還成立遠行旅行社 投資化設商旅旅館 資金壓力龐大 兩岸航線未見起色 成了壓垮財務的最後一根稻草 五月開始 遠航大量停飛 公司財報恐怕早已出現異常 遠航畫服集團旗下 畫社商旅高雄館 也驚傳年底熄燈 目前張剛偉沒有出鏡記錄 卻流出遺書 遠航方面表示 無法確認遺書真偉 民航局移送後 將啟動司法調查 新台南台電視 宇宗翰直千里高建倫 台灣台北報導 美國聯準會宣布 貨幣政策按兵不動 並暗示在經濟穩健的情況下 二零二零年 整年將按兵不動 在大選之年保持觀望 美國十年期公債值利率 一度跌破1.8% DXY美元指數跌約0.3% 美國股市則走高 紅波報導 中國近四分之一的 美元計價債券 將於2020年到期 規模高達2011億美元 約1.67兆台幣 投資人恐懼情緒激增 隨著中國經濟放緩 中續發行的境外債券 也受到震盪 投資人開始拋售這些不良債券 SEMI公布年度報告 預計 2019年全球半導體製造設備 銷售將達到 五百七十六點四億美元 較去年下滑百分之十五 但2020年市況 渴望逐漸回溫 2021年將再創歷史新高 其中受惠於台積電 在先進製程上擴大投資 台灣將在今年兩年坐穩全球半導體設備 最大市場寶座 中國無印良品 2015年指控日本日用品品牌 無印良品侵犯商標權 並獲得勝訴 而日本無印良品去年提出上訴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 日本無印良品母公司 良品計劃和上海無印良品 應立即停止侵權行為 並判應賠償經濟損失和合理開支 約62.6萬元人民幣 約新台幣275萬元 新唐人亞他電視整理報導 好的 廣州水泥活埋事件之後 廈門地鐵也塌陷 多輛轎車遭埋沒 下節早安 新唐人帶您了解 喜樂之泉 有機黑豆醬油 源自大地最純薄的美味 給您最安心的食品 使用頂級有機台灣原生黑豆 堅持品質管理 原料冷藏保鮮 珍貴二次釀造 三百六十天製程 搭配純淨水源與澳洲海鹽 成就健康好醬油 喜樂之泉 讓身體微笑得好味道 通過TUV與國際認證專業保障 顧客首選的事業夥伴 印心電子 腳是人體的第二心臟 足弓則是身體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墊 採用德舒服專利濾精乳膠 防眉液菌透氣除臭 圓紅外線 平均釋放足部壓力 減少膝關節耗損 讓您久站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德行天下 零四25319388 很多人以為買水龍頭選無籤就安全 但水龍頭用久了 裡面真的乾淨嗎 老舊水龍頭藏屋納購看不見 定期更換才能安心用水 iCore快拆水龍頭系列 換水龍頭就像換燈泡一樣簡單 iCore水龍頭 So healthy So cool 歡迎回來十二日一號 中國廣州地鐵工程導致主幹道地面塌陷之後 昨天晚上 廈門地鐵周遭也發生了地面塌陷 多輛轎車掉落坑內 大量積水湧入車站 好十二號晚上九點四十分左右 廈門地鐵二號線旅錯站附近發生了地面陷落 影片中可以見到多輛轎車是掉落坑內 大量積水湧入了旅錯站站梯 站台以及軌道導致車站被淹 消息稱 塌陷面積約五百平方公尺 那麼車上人員已經自行安全測出了 尚未發現有人員傷亡 另外這個月的一號呢 廣州地鐵工程也導致附近主幹道出現了三十八公尺的天坑 兩車三人墜落 但是當局卻回填水泥 導致三人是遭到活埋 家屬投訴屋門 而網友也憤怒要求檢討道路塌陷的成因 好我們再看到為了抵制中共侵害人權的刑禁 美國眾議員約獲十號 在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提出了ABC政策 Anywhere but China 意思是除了中國哪裡製造都行 他還說寧願多花錢買來自台灣的產品 他樂意支持台灣 而不是支持共產主義政權 好美中貿易戰下台灣經濟成長蓄居四小龍之首 另外美國參眾兩院軍事委員會取得了共識 共同提出2020國防授權法 建議成立美台網路安全小組 對此美台商會會長韓如伯表示 美國和台灣是重要的盟友 成立跨國網路安全小組是自然的發展 而川普則是推文 要國會不要再拖了 他將簽署這項歷史性的國防法規 所以川普在推文上寫到 所有優先事項都編入最終的 中版的MDAA要國會別再拖延 他將簽署這項歷史性的國防法規 2020國防授權法總預算七千三百八十億美元 約新台幣二十二兆元 那麼建議美國國防部長在法案頒布後的 一百八十天內成立高級別 跨部會的美台工作小組 協調應對與網路安全有關的各項問題以及計畫 那麼十一號呢 眾議院以三百七十七票同意以及四十八票反對 通過了會議報告 但參議院通過一致版本之後 將送往白宮由美國總統簽署 那麼生效成為法律 好 我們再看2020總統選舉進入倒數一個月 中共進入台灣選舉的問題呢 是備受各界關注 中共透過台商組織政黨 進而滲透宗廟以及基層組織 那麼跳過政府建立其兩岸交流 統戰手法多元難以防範 接下來的新聞要帶您看到 某些親共小黨如何持續增加影響力 進而影響台灣的政治生態 2018年6月全民幸福政黨大聯盟三週年慶祝大會 聚集了台灣一百五十九個在野政黨組成聯盟 背後主席是他陳柏光 身為全民幸福政黨大聯盟的總主席 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志工黨黨主席 陳柏光在中國大陸經商 跨足房地產化妝品等各式產業 在台灣是具有上億資本額的 臥華國際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 陳柏光接受港媒中評社專訪表示 想團結起台灣白黨的主席 一起訪問北京 聽北京對台灣政黨的期望 對兩岸未來和平統一的工作做出應有貢獻 戰略合作協議項目就是要跳過政府以政黨的身份 建立於中共的兩岸交流制度 由媒體揭露在台灣彰化的五星廟 就是志工黨提供資金 還挖出陳柏光與五星廟廟主衛名人的對話 支持中共武統台灣 而在金門地區 志工黨吸收國民黨員擴張影響力 以協會政黨 民調 學術討論及選舉等多重布局 正準備一場兩岸和平實驗區公投 原本張采明在台灣的公司 只有一百萬台幣的資本額 2015年以後 張采明開始轉往中國發展 和中國投資成立的兩間新公司 資本額加起來 竟然超過兩億人民幣 與志工黨關係密切的 經濟黨黨主席張采明 在台灣有多次欠款記錄 但到了中國大陸成立公司 資產立刻暴增 2019年初 習近平發表對台談話 聲稱研究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及所謂民主協商 經濟黨還發起連署表達贊同 台灣基金指出台灣 兩百二十四個政黨當中 有高達九十八個主張兩岸統一 約百分之四十四都是統派政黨 中共滲透手法多元 正悄悄不決增加對台影響力 如何阻斷中共持續滲透台灣民間組織 進而影響台灣政治生態 台灣政府要盡慎應應 新唐人雅致電視整理報導 請穩定收益 太陽能少有風 你就成為大富翁 健康美麗的保養聖品 選擇康話加入康話 健康美麗不是神話 美食的好搭檔 讓您吃得安心又健康 喜樂之泉 讓身體微笑得好味道 時尚明鏡精品未遇 何以敬畏美學 多樣造型靈靜 各式未才精品 盡在何以後以 感言美容最佳盛品 台灣好天相逢原知 台灣原生種相逢 豐富的穿成皮素 了解生理機能 西芙苓促進行程代謝 成皮乾橘皮素 讓你增強體力 維持健康 自然農發果園 現在直送冷壓 S&Q國家品質認證 給您百分百的安心 生活新主張 相蒙最健康 台灣好甜 歡迎回來流行時尚變化多端 在美妝市場更是如此 有知名韓系彩妝業者 能看見台灣年輕族群 風寒流的商機 宣布進入連鎖藥妝同路 與其他品牌一同競爭 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消費者買單 李國藝先生 一身粉紅色西裝登場 台灣男星李國藝為韓系化妝品站台 輕輕幫模特兒擦上唇釉 示範今年韓系彩妝新品 韓系彩妝品牌宣布進駐連鎖藥妝店 與其他品牌競爭搶攻年輕族群市場 當然主公我們講的是Z世代 就是年輕的消費者 Yang Generation 運用很大量的就是新品 推陳書新聯名款 很有趣的圖案 對然後跟一些卡通合作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來持續的可以 就是搶攻我們的年輕的消費者 根據連鎖藥妝業者提供的數據 2019彩妝熱賣前十名 前五名中就有四名為日系品牌 而韓系品牌則分別排名 第六 第九及第十 尤其日系彩妝升值台灣多年 市佔率比韓系稍高 不過近年韓系彩妝持續成長 加上韓心意註買氣 消費者接受度越來越高 日系韓系各有擁護者 韓系彩妝不斷推陳出新 日系品牌也不遑多讓 流行彩妝變化快速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如何抓住年輕消費者的心 是所有彩妝業者關注的課題 新唐亞太電視胡宗翰葉雲汝 台灣台北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